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市连续两天急涨是否也意味早前史诗级的抛售潮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另外一方面 内地公布7月份的进口跟出口按年增长都达到7% 特别是进口部分由跌转升 明显好过市场的预期 这是否也传递出了内需增强的信号 香港的话题们稍等有请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跟分析 至于内地股市今天持续震荡调整两市成交进一步缩减到不足6000亿元 香港股市也则结束了四连跌 反弹230点 但是仍然未能收复17000点大关 而成交也连续两天不足1000亿港元 带领开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 互生两市早盘滴开后 互指震荡上升 午后乏力回落 但守住红盘 深圳市场表现较弱 施程指与创业板指数小跌作收 从盘面上看 通讯设备与电网股涨幅剧前 猪肉与网约车板块表现较弱 互指收报2869点 卫生2点 车程指收报8449点 跌幅0.17% 创业板指数跌0.43% 科冲偶指指数跌0.88% 两市成交 虽浪支不足6000亿人民币 外围市场恢复瓶颈 香港股市气氛改善 恒生指数结束4连跌 高开37点后反复走强 但在17000点整出关口前遇到阻力 午后涨幅收窄 恒生指数收盘爆16877点 上升230点 涨幅1.38% 主板成交956亿港元 韩潮股涨多跌少 石油股涨幅剧前 科网和内需股也大多走扬 不过澳门博彩股和医药股逆时下跌 亚太区其他股市延续反弹 台湾股市大涨3.87% 并且创立来最大上涨点数 韩国股市升1.83% 日本股市升1.1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海关总署公布以人民币计价的话 内地7月份的进口跟出口都按年上升超过6% 而前7个月的外贸规模创同期的新高 当中集成电路和汽车的出口增长 最为强劲都超过两成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 7月份以美元计算出口按年增长7% 进口按年增长7.2% 扭转了6月份下跌的局面 增幅更是三个月来最大 贸易顺差846.5亿美元 至于以人民币计算 当月的出口增长6.5% 进口增长6.6% 进出口总额为3.68万亿元 按年增长6.5% 月度增速连续四个月 保持在5%以上 累计前7个月 中国的外贸总值为24.83万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6.2%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当中出口按年增长6.7% 进口则增长5.4% 贸易顺差扩大一成 到3.68万亿元人民币 至于以美元计算 出口增长4% 进口则增长2.8% 按地区划分 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首七个月占中国外贸总值15.8% 排名第二与第三的分别是欧盟和美国 至于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总值增长 则达到7.1% 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按年增幅超过10% 占进出口总值的55.1% 比去年同期提升2.3个百分点 国有及外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也都录得增长 此外 首七个月机电产品占中国出口的比重达到59% 增长8.3% 当中集成电路和汽车的出口增长都超过两成 而在进口方面 铁矿沙 煤和天然气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 则是继续增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元的汇价今天大幅下挫 有助美元汇价进一步反弹 令到亚太区货币承压 人民币及其汇价也跌到近一周来的地位 日本央行高层降低市场 对央行短期内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推动日元汇价周三大幅下挫 对美元最多大跌约2.5% 到贴近148日元边缘 虽然之后收窄跌幅 但仍然有约2%的跌幅 有分析师认为 评论反映央行太阴的取向错误 有助利差交易平仓活动舒缓 美元汇价进一步反弹 美汇指数崇上103点水平 但澳大利亚央行排除了今年内降息的可能性 澳元和新西兰元汇价攀升 美国有外汇交易平台的调查显示 由于近期汇视波动性加大 加上即将举行美国总统选举 令基金经理加大和延长风险对冲 延长对冲时间的基金经理 比例高达65% 亚洲货币承压 印度卢比进一步逼近84对亿美元大关 刷新历史新低记录 有交易员表示 国有大行在市场出售美元 估计是带央行干预 但力度不大 有银行家透露 央行要求部分大型银行 不要加大做空卢比的仓位 但没有要求减少做空卢比的仓位 人民币也走低 中间价下跌68个基点 到7.1386 创去年11月21号以来的新低 但较市场预测的7.1481 只偏强95个基点 偏强幅度进一步收窄 集期汇价明显低开后持续下探 中场收低368个基点 跌幅达0.51% 到7.1837 是近一周最低位 全天的波幅206个基点 成交维持较活跃的470亿美元 离岸汇价也明显下跌 余价价恢复微幅的价差 免值压力近期陆续释放 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也趋宽 香港的离岸人民币 银行同业拆息进一步走低 7天两周和一年期拆息 都跌至历史新低 隔夜拆息创2022年12月9号以来的新低 至于菲律宾比索和印尼顿都逆势走高 双双创出两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于内地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总量 合理充裕价时隔近四年 逆回购在线零操作 同一时间我们看到资金的持续流向 在市中长期国债表现超前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公告表示 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 总体处于合理充裕水平 根据公开市场业务 一级交易商的需求 当天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据此计算 央行净回笼超过2516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 这是央行2020年11月以来 逆回购再次出现零操作 也是逆回购改为数量招标后的首次 不过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仍然偏宽 仅仅在宽松上略有收敛 所以对回购利率的影响轻微 隔夜利率上升近五个基点 涨幅较高 至于债券市场方面 央行净回笼影响短券表现较弱 但长债的买气回流 30年期国债期货价格收高0.48% 涨幅居前 10年和30年期限券收益率下跌超过一个基点 一级市场方面 财政部续发的两年和五年期国债 中标利率都创出历史新低 较二级水平低不足10个基点 至于两期贴线国债 收益率较二级第26至37个基点 路透社的固收调查显示 机构预期占牛还会延续 预计本月收益率将小幅下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今天晚上在上海中英大厦 凤凰卫视野播室的嘉宾 声望红圆圆市场研究部总监 贵浩明显 贵先生你好 您好 贵先生我们看到内地7月份的 这个外贸数据出炉了 以人民币计价的话 我们看到出口跟进口 按年增长都超过了6% 但如果以美元计价的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出口按年升7% 这个是低过市场预期的 而进口的部分则是 由跌转升7.2% 则胜过市场的预期 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个数据 所反映出实力经营具体的情况 特别是在进口的部分 由跌转升 是不是也反映出 内需已经出现了改善回升的迹象 的确 这个进口由跌反升 说明这个需求有所增加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因为外贸 它计算的是一个交货值 或者说是一个交易的一个价值 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 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包括原油等的价格的上涨 看官上也会使得你的一个 同样进口一等原油 这个你的反应在外贸当中 由于价格上涨 那也可能会来一个数值的上涨 但是本质上并不反映 你设计的进口的品种的 这个具体的数量 有多大上升 应该说这种数据反映了 中国经济继续在佛斯多道路上运行 这个外贸还是延续了一个稳定 有去增长在此 而进口这是在之前 技术相对比较低 再加上有些价格波动 等各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产生 此外这段时间 国家也确实在有意识的加大 对一些战略物资的进口 那么这也是近期在外贸 有所反弹的这样一个表现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 从目前的一些高频数据 和先导数据来看 接下去外贸继续要保持 像这种相对比较快的速度 困难是比较大的 根据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今年前七个月 内地出口的机电产品 大约是8.4万亿元 占整体出口总值的5成9 其中我们看到汽车的增长 近2成1 手机的部分的出口则下跌1% 由于市场现在预计 美国向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对出口的影响要等到 明年的下半年才会显现出来 但有鉴于我们看到 7月份的出口增速 已经出现放缓的迹象 所以您预判下半年的出口 还能不能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而在宏观政策方面 是不是有进一步加速的必要性 首先我们说下半年 对外贸易可以继续成为 拉动GDP增长的一个振兴 这个是有贡献的 一个正面的一个因素 那么不过由于国际经济 世界经济的增长 所以出现某些放缓的态势 那么上半年非常强劲的 中国的机电产品 包括像汽车等 一些工程机械等等出口 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至于说到电动车 由于中国输入美国电动车 数量非常少 大概就是几亿美元 所以你这边是征收很高的关税 实际影响也比较有些 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欧洲 欧盟地区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大家也希望现在大家还在沟通当中 能够探出比较好的结果 那么中国汽车从现在来看 正在大力开发亚洲市场 美洲市场 以及东欧 包括俄罗斯市场 那么从前几个数据来看 俄罗斯市场的一个增量 实际上是对中国汽车做出的一个出口 这个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当然这要看这个态势 能不能得到延续 但总的而言 这个汽车在前面 在快速增长的这样过程 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后期 我们看到7月份 汽车的出口 包括电动车的出口 实际上增速都是有一定的回落 那么从下半年情况来看 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更加明显一些 特别是海外市场当中 原先进口 对中国需求的加大 一方面是出于补库城 另外一方面 也是对前年经济增长 比较快的这样一种预期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各国纷纷都在开始降息 降息则将预议着 它要开始刺激经济 所以在一段时间当中 需求可能会下降 当然新刺激出来的需求 什么时候出现 并且是否能够稳定在 表现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上 这可能还要看待时间 所以至少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下半年不会特别的乐观 那么这里还可以提一下 从7月份的上海港的 吞吐数量来看 实际上是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表现在出口 这个航运指数上 像BDI等等 那么也都是有一定的回落 另外我们关心股市方面的表现 我们看到今天像日本 韩国 还有台湾股市都持续反弹 那这是不是也反映说 这个早前史诗级的一个抛售潮 现在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 另外再回头看内地股市的部分 今天又回到了缩量 调整的一个态势 两市成交再度回来到 不足6000亿的这个地量 相较之下 我们看到内地的在市 则明显更广受投资者的一个追捧 那如果钱都到在市去的话 股市恐怕现在交投还会持续淡尽 那你认为这种情况 可能要持续多久 首先从海外市场来看 前期由于日元升息 以及美国公布的非农数据 偏弱这些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经过一个快速的调整 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消化 所以暴跌天以后 就纷纷出现了反弹 那么这一轮至少从目前来看 大的冲击已经过去 当然日元的升息 可能今后还会有 但是节奏不会特别快 日本政府也在采取措施 避免这样一种升息 对于这个套息交易所产生的冲击 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从美国市场来看 大家也都预期 近期可能会降息 那么降息的实现 也使得美国逐渐开始摆脱 高利率对经济的一个负面影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海外市场这些一个结局波动 可能已经展示了高于段落 恐慌情绪已经过去 那么从境内市场来看 受到海外市场结局波动影响 这里也跟着动了一下 但是由于两者之间 还是存在着很多 并不直接的联系 这个联系并不是特别的 所以波动明显收敛 那么一天以后 基本上又回到自身的一群轨道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 有这样几点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没有出现 这个海外市场在股市一跌以后 资金从海外 从欧美市场流出 回路到内地股市 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成交还是收缩的 第二从目前来看 市场信心也并没有迅速的恢复 投资者的偏 稳定的心态还是比较重 那么前两天正好央行 有一个卖债的动作 因为现在也把国债的 作为货币调节的工具使用 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卖债动作 那么这一卖债 市场到时候很快就把它掀纳掉了 说明大家对债券还是比较看好 那么这反过来说明 避险情绪比较重 那么如果避险情绪比较重的话 那么风险投资的意识自然会下降 那么这也决定了股市 暂时机会还不明显 第三我们也看到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市场确实有一种 做底的这样的结枪 但是底部还不能说已经真正确认 所以对于后市 我想恐怕还要花上几个月时间 来慢慢的抹底 也就是说真正的 以时间换工签来夯设底部 好 非常谢谢贵先生 就我们今天产业一点话题做的分析 那么下一节 我们会为您关注的是 日本央行发布的各派的言论 表示说在市场不稳定的时候 他们不会再加息 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 普遍都是开高走高的 而且涨幅都超过了1% 主要是投资者对全球股市暴跌的担忧消散 焦点已经转向企业财报 为大盘的反弹提供了动力 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演情况 最近由美联储官员的讲话 舒缓了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忧虑 加上有投资者称低吸纳大型科技股 带动三大指数在昨夜 结束了三天的跌势 其中道指升近300点 纳指和标普白指数则升大约1% 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 日央行在市场不稳定的时候 不会再加息 又指有必要维持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他在发表这种偏向鸽派言论后 日元对美元的汇价 急跌近2% 创上周五以来的心底 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 在北海道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表示 如果市场波动导致日本的经济预测 风险看法和现实预期的可能性发生变化 利率路径显然会有所调整 而计划的缩减买债 可能不会对货币政策宽松程度 造成重大变化 内田真一表明 在市场不稳定时 日本央行不会加息 而除非以设定的速度加息 否则日本目前所处的环境不会落后于曲线 他又提到 外汇波动对价格影响程度和速度比过去更大 日元疲弱及随之而来的进口成本上升 对通胀构成上行风险 由于市场波动加剧 当前需要坚定地维持宽松政策 内田真一又认为 近期市场波动极为剧烈 对日本和美国经济基本面并无大变化 因此认为市场对单一美国数据的反应过分强烈 他个人也认为美国经济能实现软着陆 不过内田真一指 股市波动影响企业活动和消费 因此在指导货币政策时是重要因素 日本央行将以极大的警惕监测市场动向 及对经济和价格的影响 适时采取适当措施引导政策 他又认为 目前日本利率仍然非常低 货币条件非常宽松 如果前景展望成为现实 经济和物价走势符合预期 适当调整货币宽松程度是合适 又提到日元跌势的逆转 意味通胀超出预期的风险已经减小 预计日本消费将保持稳健 而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表示 将近最大努力管理经济和财政政策 并与日本央行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7月份的外汇储备 按月回升规模创8年半以来的新高 主要是受到美元走弱的影响 同时人民银行连续三个月暂停增值黄金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公布 截至7月底 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25万亿美元 较6月底增加340亿美元 增幅为1% 创今年来最大单月增幅 储备规模增至2015年12月以来最多 并连续7个月占为3.25万亿美元达官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 货币政策及预期因素影响 美元指数下跌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 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令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富透社股算由于美元走落 7月份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 可能对中国外储带来约20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 综合估计 7月外汇储备因为资本暂时流露而增加的规模约为140亿美元 规模较6月份大 另外 人民银行公布 截至7月底 中国的黄金储备为7280万盎司 与6月持平 是连续第三个月暂停增持黄金 当月 黄金储备对应的美元价值 按月增加69亿美元 至1766亿美元 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第二季 全球黄金需求按年下跌6% 但预计 西方市场投资需求的复苏 将一定程度弥补 稍微放缓的央行购金需求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住建部表示 今年全年全国计划新建筹集保障性住房 170.4万套 而上半年已经超预期 完成年度计划的66.2% 下一步会加快项目的开工 确保完成年度的计划任务 内地官媒新华社周二晚间 援引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称 2024年上半年 全国已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 112.8万套 占年度计划170.4万套的66.2% 完成投资1183亿元人民币 同时 各地野政加快出台有关实施意见和配套政策 并在保障用地供给 加快项目落地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其中 上海截至6月底 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约4.7万套 新增供应约3.4万套 都超过了半年度工作任务量 此外 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内地也有多个城市 开始逐步放宽新房价格管制 为房企按照市场现状 自行调整价格提供依据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 近年以来 沈阳 兰州 郑州 宁德等城市 都明确不再实施 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指导 即取消销售限价 另外 杨江 珠海 吴湖等地 也优化了限价政策 如缩短备案价格调整时间间隔 取消楼层差价限制等 而杭州和上海也在土拍环节 对新房销售限价进行了针对性优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泰宣布今年上半年 集团路德因占毅力36亿港元 按年下跌15% 主要是受到票价转据正常的影响 国泰并且表示 会增加更多的客运航班还有航点 来应付旅游的需求 国泰集团7日公布了2024年中期业绩 国泰表示 在2024年上半年 集团路德因占毅力36亿港元 而2023年上半年 所路德因占毅力为43亿港元 国泰表示 集团客运航班数目 将按预期于2025年第一季 回复至疫情前的百分百水平 而未配合业务发展 集团员工人数 今年将有5000人的净增长 达到29000人 另外 国泰集团宣布 会在未来7年 投资超过1000亿港元 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 并配合机场三跑道系统落成 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方卫视 吴星纯香港报道 日本系车制药商 本田公布节期六月底的第一台季 营业利润创下历史的新高 受惠于美国市场销售强劲 以及日元疲软 本田第一财季的营业利润 同比增长23% 录得4847亿日元 责合大约240亿元人民币 并且维持全年1.42万亿日元的盈利 预期不变 尽管美国市场的需求保持稳健 但中国市场的竞争激烈 本田汽车六月份在华销量下跌四成 将中国市场的销量预测减少到22万辆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再会